小动物怎样睡大觉 现在是黑漆漆的夜晚 哼,真想睡觉呀 我太困了,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大家都和我一样,是在晚上睡觉吗? 蝙蝠爱在白天睡大觉 它们倒挂在黑黑的岩豆石壁上 甜甜地睡着觉 蝙蝠也爱在白天睡大觉 它们把身体团成一个圆球球 甜甜地睡着觉 只有到了晚上,它们才会出来找吃的 那么,谁爱在晚上睡觉呢? 树带熊不管白天黑夜都爱趴在安树上 呼呼睡大觉 球鱼则爱躲在洞穴里 每天都要睡上十八个小时 还有树篮 它们也爱抱着树干,呼呼睡上一整天 鲨鱼睁着两只大眼睛 一边看,一边闻,一边呼呼睡大觉 其他的鱼儿也爱睁着眼睛睡大觉 要是有谁游过来,它们立刻就能醒来,赶快逃 那么,谁爱闭着一只眼睛睡觉呢? 海鸥飞去远方时,总爱闭着一只眼睛睡大觉 另外一只睁着的大眼睛,用来观察四周的情况 长颈鹿爱站着睡觉 斑马也爱站着睡觉 一旦发现了敌人,它们就可以迅速逃跑 火烈鸟爱单腿站在水边睡大觉 它们把头和另一条腿深深埋进羽毛里 真暖和呀 那么,谁爱躺在水面上睡觉呢? 海塔爱躺在水面上睡大觉 为了不被水流冲走 它们会用海草裹住身体,呼呼睡大觉 河马喜欢大家聚在一起睡觉 它们躲在冰凉的河水里 只把头部露出来,呼呼睡大觉 它们就用露在水面上的鼻孔、哭泣和吸气 松鼠猴也很喜欢大家一起睡觉 它们挤在树枝上 一个挨一个暖暖呼呼地睡大觉 那么,谁爱躺在妈妈的怀里睡觉呢? 小袋鼠爱在妈妈肚子上的口袋里睡觉 它们躺在妈妈毛茸茸暖洋洋的怀抱里 安安兴兴地呼呼睡大觉 大猩猩爱在不同的地方睡大觉 每天晚上,它们都会用树枝搭建一个新家 躺在里面呼呼睡大觉 狮子没有固定的家 不管是在草地上还是在大树上 只要困了、累了 它们就直接躺倒睡大觉 那么,谁爱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睡觉呢? 就是我呀 我每天都在温暖的家里面 盖着暖暖活活的小被子 呼呼睡大觉 当我呼呼睡大觉的时候 辛苦了一天的身体 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在睡梦中 我的骨头会变得更强壮 身体也会变得更结实 啊,睡得真舒服 什么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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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